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不是拿來擂台上面給大家玩的 他們就敢打著詠春的旗號來扮演小錢 小丑 這就這就這了 這就這了 啊啊 永中軍不需要擂台 不需要手套 不需要裁判 隨時隨地就能用 今天給大家講一下怎麼破勾拳 首先呢我們要知道勾拳的方位是怎麼來的 它是屬於一種弧度的拳法 如果是想破勾拳的話 也不難 首先要明白一個理論 叫做兩點之間直線最短 什麼意思 就是一條線跟另外一條線之間 他們是直線的距離是最短 而不是浮線 就是要破勾拳的話 就直接衝進去 因為這樣是最快的 他打到你 他勾拳打到你那一瞬間 你已經打到他了 而人在失去重心的情況下 他是打不出力的 所以說破勾拳 不難 相反的言論就是說 你破勾拳就用資訊去破他就行 鞭腿這個腳法 在很多人眼裡面貌似是 如何大力如何不夠破解 其實不是 鞭腿為什麼會在練臺上頻繁使用呢 因為有規則 規定不能踢大 不能踢關節 其實鞭腿你在現實中 在街道中你使用出的 可以把雙腿送人頭 等於自殺腳法 因為你鞭腿所謂一種大幅度的腳法 你一旦沒踢動人家 等於說把藥還是都送給人家 而人家想怎麼破勾拳 可以直接衝進去踢你的蛋蛋 或者直接衝進去踢你的膝蓋 就踢你的自身腳那個膝蓋 所以說你鞭腿在現實的搏鬥中是很危險的 由於呢 我邀請過很多人來我們武館屁股 結果呢沒有一個人趕過來 尤其是呢 廣州阿虎 廣州三角貓 如果說你一個人不趕過來 你可以叫你的朋友啊 你的小弟啊 來我們武館就進行切磋 車輪站 現在趕過來了吧 然後呢 你們如果想看永春被人打 去找那個丁浩跟余山華 啊 永春 假永春 啊 但是如果你們想看永春打別人呢 就來復興病華 找我 我叫光龍 大家好 本大俠已決定 12月15號 我會去張家界 幹掉雪狼 而且是三招秒殺 在擂台上 雪狼你不是一直想跟我打嗎 還說要給我三萬塊錢跟我打 我成全你 咱們就在三家界界不見不上 記住 我要三招秒殺你 許小鐘當然不是我對手吧 我三招秒殺 許小鐘 你 他不敢過來 哈哈 他不敢過來 哈哈 他不敢過來 哈哈 你應該是被我三招秒殺的存在 所以說不要問我能不能打贏水 那就是三招秒殺 首先我要説明一點 我是福清壁華官 與其他壁華無關 由於館長不允許我踢館 所以我只好以個人名義 有人切磋比武 所以呢 你們在權益積極上 我有任何人不服 我們可以比試 出來打我 我去打到爽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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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拿 得Ob A H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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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yorsun 哎哎哎哎哎哎哎 嗯 哎 哎 我还对不起来 今天有人筹钱上门来找我 打倒我还有多少悬赏 我不管你是黑社会还是二十里 我不怕 我本来就看不起嚣张的伪君子 我必须干 我不一扯任何一句废话 这个视频可能是我发的最后一个视频 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